正在大家緊張的當下 你變成全黨要來挺 一個罷免案 當時你們要罷喊的時候說 這是人民的公民權不可侵犯 對不對 是應該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現在人民鳳山的公民 他覺得他要提出這個罷免 你反而請全黨之力要來幫忙 所以我說 生假的都沒有 有可能最好放假的就是你 就這樣子 真的 我們來看看 我不殺柏仁 那結果黃傑為你而死 有沒有可能 你不殺黃傑 你要救黃傑 可是有沒有可能黃傑 不小心就因你而死 我們來看看一些蛛絲馬跡 回到把時間倒到1月15號那一天 是霸王的前一天 罷免王浩宇的前一天 當時你看到黃傑 都黏在陳其邁旁邊 黏緊緊 他都可以站在很好的位置 你知道地方首長的行程 有記者在拍 市議員通通都這樣子 一直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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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黃傑都被拍在這裡 很旁邊 好不好 這個黃傑在這裡 陳其邁在這裡 他都站在他最旁邊的位置 鏡頭一定都會帶到他 黏得非常緊 可是1月20號 當我們的蔡主席下了軍狀令說 不能做事不管 全力保潔 情況怎麼變了 1月23號你可以看到 鳳山老人公寓的提早拜年 你可以看到黃傑被擠到後面去了 這個是許智傑 黃傑被擠到後面去 很奮力的把頭給伸出來 只伸出一點點頭這樣子 另外一張圖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黃傑在哪裡 在這裡被擠到123第三位去了 怎麼回事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會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就是目前在地方 一直在盛傳的 當然這個要到投票的時候 那天才看得出來 目前一直在盛傳就是說 表面上我都是挺你黃傑 因為這個蔡主席下令了 但是實質上來講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我要讓你參與我們博獎 所以我表面上 表面上都在這邊挺黃傑 但是實際上來講 都是暗中就開始卡位了 您公布的都還有黃傑 四張都還有黃傑 這四張都有 這張還雖然遠一點 可是還看得到臉 這看到一個頭 這兩張是高雄市政府的官網 就是這是一張 你看陳其邁碰到老人家 那麼很親切的跟他打招呼 然後我們也看到這是另外一張 這是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也是一樣 陳其邁那麼跟這個老人家 在那邊很親切的聊天 這是市政府公布的官網 同一天 是同一天嗎 同一天 黃傑有去 黃傑是不是提早離開了 沒有 都在 他在 可是沒有被拍到 擠不進去 擠不進去沒關係 但是你攝影官 也就是說你市政府的攝影官 到處在抓市長的這個照片 抓市長的畫面的時候 你再怎麼樣 你應該要多一點 因為既然蔡總統已經下令了 說要全力挺黃傑的話 你現在公布的 因為官網可以更新 但是你這段時間 一直到2月6號的期間裡面 你是不是幾乎就是 陳市長旁邊就是黃傑 你如果都這樣擺的話 那就很明顯的就是其賣挺黃傑 但是問題就在於 您看到的這些照片 也是他們官網公布的照片以外 他自己在他官網公布裡面 卻有不少的 就是完全沒有黃傑 而那天黃傑也有在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猜了 當然這個都是推理而已 沒有任何根據 都是推理 就是合理的推斷說 會不會很多人 或是高雄有很多地方的人 他們真的想說 黃傑你不是綠營的 而且你長期來都不是綠營的 你都是時代力量 而且時代力量 現在跟民進黨不是弄得很愉快 而且他們也對時代力量的 很多做法有意見的話 會不會有很多的人想說 我就表面上都支持你蔡英文 但實際上他如果倒的話 他如果被罷免成功 你蔡英文就代表 你在黨內真的是沒有威望 是 農介雄 是這樣 民進黨一些 就他們這一區鳳山有八席 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這次罷免罷絕不過 罷絕不成功 他吸更多是不是 他拿到了選票 可能民進黨要掉兩個 他以後一個人拿三個人的票 就跟高嘉瑜很像 會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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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剛老師講 您講的是從正面去思考 那個最多是傷到一席 而且不一定會傷到 如果罷免的 但是如果罷免沒有過 他變成吸票機 罷免沒有過 他就會變成整個風扇 綠的票大概會被他 然後再來 選完議員以後 13個月以後是立委 他萬一他還不是民進黨 他沒有加入民進黨 那許志傑不是沒在選 對 這個才是重點 許志傑今天還在騎駕頭 在那邊幫他這樣 騎有騎駛的跟騎駕 騎駕的 沒有啦 他叫你忙 忙出來 忙就... 是這樣嗎 許志傑今天有幫忙 忙聽了... 忙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許志傑 他很有義氣的說 從今天開始 11天 我們每天都會站在這裡 再起床就站在這裡 跟大家揮手 是這樣嗎 那地方如果有動員起來 是怎樣 會交代里長 他們現在在走險招 我跟你講 這個我為什麼會為他擔心 就是說通常你動員能力 要動員出來挺你 就是說我投不同意罷免 他們認為在這一塊 以民進黨的基本盤跟他吹 能夠吹出來的話 也許就是說 不同意罷免的 會比同意罷免的票多 但是你要知道這種 正向跟逆向的動員 那個出來的能量是不一樣的 機儀要罷免你的 跟機儀要支持你的 在這個萊克多巴胺的政 其實各位你要思考一下 王浩宇本來罷免是 我一直就算就是差一點點... 對 所以最後那一個禮拜 就是說整個把萊豬政策 跟霸王是搞在一起 你看民進黨內部評估也是差一點才過 不會過 所以當再加上王浩宇罷... 王浩宇這個過了以後 對整個霸解的能量是提升的 再來就是加上萊豬的助公 再來就是蔡英文總統的助公 那就三合一 就可能達標 不過我們講到高雄的霸解 其實高雄的很多方方面面 我們都要關心 最近我到高雄去 我發現昨天高鐵一到台南 到龍介兄的選區開始 一片霧茫茫 真的不誇張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是我們在網路上截到的 這是聯合新聞網的照片 半坪山消失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過去 過去清楚的時候 半坪山長這樣 那是真的 高鐵我一路從台北這樣下去下去 台中都還OK 到台南看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大概四天了 四五天 要不要在幹嘛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會說 這句說 蠻茫茫茫茫 茫茫就是有水汽上來 然後碰到低溫 起來會茫茫 茫茫是從上面下來的 天然 溫度的變化 但是當這樣的話 你會去看就是說 這個露珠 就是茫茫茫茫 漏水的結汁的時候 這就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 就沒有水汽 沒有入水 為什麼會蒙 那就是空氣污染 有一點臭臭的 那就是空氣的污染 所以空污造成的 不是氣候的我們那個蒙污 這空污 對 他說那空污是境外移入的空污 我說小偉的 我們台南的 害我都自寫錯 不是啦 那境外的都在他們北部 他們北部 他說還是境外移入 如果是從大陸這邊 漂移過來的 那大概是中北部會有 南部少 然後南部 像我們台南被污染的就是 高雄新達港火力發電廠 火力發電廠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只要在巷口 騎著機車去買一包煙回來 大概鼻孔就像黑的 你那個白襯衫 是不可能在外面曬的 都黑的 下來 它的煤炭燒掉之後 如果燒光天爐就好 你在山上就被黑點了 所以是火力發電 現在台南韋哲 高雄是賣賣 所以我看都沒有人在講 也沒有民怨怎麼會這樣 沒有 這民怨代表要反映 我覺得像台中市市長現在 你看他一直在努力的整治空污 然後一直跟中央對抗 中央一直逼著他 去搞這個火力發電 可是人家台中 你看這樣子已經效果出來了 現在如果是韓國瑜 當市長的話 你想想看他會被罵到什麼程度 我看新聞都沒有在講 沒有人講 你想白髮 我最白髮 因為我真的發現 這個南台灣的空污非常嚴重 我們看到中央氣象局 發布的污染的監測 也說南部都止暴了 都很糟糕 已經到了紅害的地步 如果現在是韓國瑜當市長 你覺得呢 會被罵翻 這個時候網軍會怎麼罵 或者是民進黨會怎麼說 然後如果韓國瑜說 是境外移入的 他會被怎麼罵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輿論不講 民眾不講 網路上也沒有任何聲音 一片靜悄悄 難道這就是大內宣出來的功能嗎 我們先來看看 今年在立法院的審 所謂的政院的部會宣導費 前10名 我們把它列出來 這個資料來源是行政院的主記處 客委會 他一年的宣傳費有1億多 然後再來是教育部 交通部 經濟部 衛福部 農委會 我們先來看農委會的 7362萬元 非洲這個豬瘟還有另外編列 8000多萬夾帶的 所以這麼龐大的預算 通通都是要來做內宣的嗎 其實2018年當時的1450 那個錢花了以後 他們覺得是有用 可是不夠多 所以後來寒流上來 不是拿了15個縣市嗎 所以後來19年四刀 幹掉賴清德 有用 所以錢就不斷增加 搞網軍這個 所以搞網軍真的可以治國嗎 廣告懷政院 編了10.6億要搞大內宣 你同意嗎 當然不只10.6億 不只喔 這是因為他告訴你 這是要宣傳的 他告訴你不是要宣傳的 裡面還是有拿出來宣傳的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的政府是靠什麼 那當然我一直有信心 就是因為我們有網路 所以只要有網路 我們的訊息 都會找到最正確的 不管你政府怎麼宣 你只要做得好 我們就支持你 做不好你再怎麼掩蓋 做不薄的費 可是花這麼多錢 給醫護的25億 卻很慢 或者沒有下來 這個民進黨政府的特點 就是非常會搞宣傳 而且非常在乎宣傳 真正的實務的 應該做的事不做 就在搞宣傳 一天300萬台幣 就這樣子燒掉 然後還有你看不見的 例如說我辦一個什麼活動 其實那也是文確 還好